2012年亚洲职棒联赛现场惊传命案 一名女大学生莫名惨死在厕所中 警方通过调查取证 确定凶手是其男友阿正 阿正被捕后并不认罪 他声称没有杀害女友 但人证物证俱全 阿正无力反驳 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 时间来到七年后 立民是台湾某电视台的记者 几天前他收到一封特殊的信件 寄信人叫泰叔 是曾经的黑帮老大 20年前被捕入狱 至今还未出来 泰叔在心中表示 想请立民过来做采访 对泰叔的邀请 立民很是疑惑 因为两人之间并没有交集 但他还是决定过去 因为他负责的节目 真立场收视惨淡 如果再不做出点成绩 很有可能会被台底撤销 真立场的创建人 是立民的妻子雅靖 如今雅靖去世 真立场算是他留给立民的一个念想 立民无论如何也要保住他 随后立民来到监狱 他以为泰叔会给他带来一些猛料 结果泰叔见到他一言不发 其实泰叔请立民过来 不是为了采访 而是帮他的儿子逃狱 他的儿子不是别人 正是七年前因杀害女友被捕入狱的阿正 今天轮到阿正之日 所以泰叔故意在采访的过程中呕吐 让狱警把阿正派过来清扫 阿正提前从衣柜里拿出了一把铲子 然后联合泰叔干掉看守的狱警 胁迫立民带他离开 等监狱的警报响起时 阿正已经坐着立民的车逃了出去 在开车的过程中 立民趁阿正不注意偷偷打开直播 罪犯越狱这可是特大新闻 立民想借此机会拯救真立场 结果刚开没两分钟就被阿正发现 阿正一把抢过手机扔出窗外 随后把立民也赶了下来 虽然直播只有短短几分钟 但影响力非常大 真立场的收视率瞬间飙升至几百万 这让立民看到了转机 随后他连夜翻看了 当年有关阿正杀人案件的报道 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 当年的救护车是阿正叫的 按理说杀人后的第一反应应该是逃离现场 阿正不仅没跑还叫了救护车 再加上他一直坚持自己无罪 立民怀疑这桩案件的背后可能另有隐情 于是跟他主编提议 打算为阿正翻案 这样一方面可以借其炒作为真立场吸粉 另一方面还可以还原真相 让死者明目 一举两得 第二天立民找到阿正的姐姐惠芳 从他那里都知 阿正非常懂事 他一边训练 一边早早的起来陪姐姐卖早餐 而且阿正跟他的女友诗云 两人也十分相爱 平常很少吵架 更不会大打出手 得知这些情况 立民更加坚信自己的想法 紧接着他找到在警局工作的好友 顺利拿到了这起案件的卷宗 随着调查的深入 立民发现了更多线索 当年这起案件的三位证人中 居然还有他的老婆雅靖 根据掌握的资料 立民为阿正做了一期平反视频 以天才棒球选手为何自毁前程 杀人凶手为何替死者流泪等诸多话题 将所有的疑点抛向大众 引导舆论 视频一出众说纷纭 但多数人都在立民的引导下 开始支持阿正无罪 施云的父亲看见这个新闻非常生气 于是请来了媒体 让施云的弟弟小泽出面反击 还坚持要求法院对阿正判处死刑 两方视频一出 阿正杀人事件彻底被顶上热搜 获得广大台湾人民的关注 立民为了进一步了解当时的情况 开始走访目击证人 目击证人一共有三个 雅静保安清洁工 雅静不用多说 已经去世多年 立民只能把希望放在另外两人身上 他在女儿真正的帮助下 顺利找了清洁工美芝奶奶 但美芝奶奶年事已高 还患有老年痴呆 根本问不出什么 但他听到阿正的名字 反应非常奇怪 一直说对不起 立民还想再问些什么 结果被他的孙子赶了出去 随后立民找到保安老杜 他在查阅卷宗时发现 案发现场的牵控是坏的 这一点很可疑 案发地点在棒球职业连赛的现场 比赛前工作人员会检查各项设施 按理来说牵控不会损坏 所以立民觉得这其中定有蹊跷 但老杜一口咬定牵控就是坏的 还非常不耐烦地将立民赶走 与此同时 消失了几天的阿正 跑到立民家绑架了珍珍 还给立民发消息 让他赶紧回家 阿正这次之所以逃狱 是因为小泽告诉他 找到了一些关于凶手的线索 他们两人之间一直都有联系 小泽之前发视频攻击阿正 只是为了迷惑他的父亲 这些年来 小泽一直在暗中调查 但并没有找到有用的线索 直到前段时间他们搬家 小泽从湿云的地板下 发现了一本存折和一部手机 存折上有60万 是出事前两月会的 手机里由雅静诬陷阿正 在比赛过程中使用禁药的提案 因为雅静是立民的老婆 如今雅静死了 阿正只能找立民算账 看着手机里的内容 立民不敢相信 他了解雅静的为人 雅静不可能做假新闻诬陷阿正 就在两人争执时 警方找上门来 阿正约遇后 警方第一时间展开调查 他们找过会方 也找过立民 但都没有得到一点线索 由于最近立民一直支持阿正无罪 再加上阿正成功越狱 跟立民脱不了关系 所以警方严重怀疑 立民是阿正的同伙 警方一来 阿正就带着真真躲了起来 他们在屋里偷听立民跟警方谈话 听到警察要搜查房间时 两人慌了 好在真真机智 及时化解了危机 警方走后 立民主动提出 跟阿正合作 一起调查真凶 他这么做 一方面是为了节目 另一方面 是为了搞清雅静 跟诗云之间的关系 以及那篇稿子的来历 阿正虽然不信任立民 但愿意跟立民共享消息 他告诉立民 他手里有一段 诗云临死前的录音 那里面有一段 非常刺耳的声音 但他并不知道 那个声音是什么 随后 立民拿出了 雅静的工作资料 想从中寻找些线索 顺便看一看 雅静有多少东西瞒着他 这一番 还真让立民有所收获 他不仅找出一包毒品 还发现雅静在案发当天 跟诗云见过面 此时 立民回想起来 当年案发时 他们一家三口 都在比赛现场 雅静在比赛的途中 离开了一会儿 由于当时 立民一心沉浸在比赛的热情中 所以并没有询问雅静的去向 现在回想起来 那个时候 雅静离开 是为了和诗云见面 笔记上标注了两个名字 一个SY 一个L SY应该只是诗云 那L指的是谁 于是 立民带着疑问 找到主编 主编表示 他也不知道L是谁 但他知道 雅静当年在调查 一个校园犯毒案 而诗云是其中一员 得到这个消息 立民有些震惊 诗云可是附加千金呢 怎么会参与贩毒 随后 他又想到老杜 那天他二次拜访美芝奶奶 与美芝奶奶的孙子 景安聊了几句 景安告诉他 老杜曾经是他的邻居 但因为吸毒 非常不受待见 立民想顺着毒品这条线索 找老杜聊聊 结果 等他找到老杜 老杜已经被人杀害了 晚上 阿正来找立民 他告诉立民 雅静没有诬陷他 他的尿茧确实有问题 当年在比赛前 雅静给他沏了一杯果茶 那杯果茶里含有禁药 阿正说完 立民把诗云贩毒的事情 告诉了阿正 阿正根本不信 在他的印象里 诗云是一个单纯善良的小公主 怎么可能贩毒 为了让阿正相信 立民找诗云的父亲求证 从他这里得到了确切的答案 诗云不仅贩毒 还吸毒 就是张正义这个小流氓 带坏他了 听到这话 阿正气得冲了进来 他表示自己从来没有碰过毒品 看到阿正 诗云的父亲顿时火毛三正 张嘴就骂 结果一不小心 把骗诗云给阿正喝尽药的事情 说了出来 眼看阿正要动手 立民赶紧把他拉了出来 等两人回到家 发现家里一片狼藉 有人偷走了雅静的文件 就在这时 一个人影一闪而过 阿正赶紧追了出去 他一路追着小偷来到巷子里 在巷子里打了起来 阿正能成为太叔的儿子 实力自然不是盖的 一般人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但奈何小偷手里有枪 阿正拼不过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小偷离去 不过他记下了小偷的车牌号码 通过调查发现 小偷是世云的青梅竹马 傅林 傅家表面上是经商 但暗地里一直在做违法的勾当 阿正怀疑 世云接触毒品 很有可能与傅林有关 你说和小偷见面另外一个人 代号是什么 爱我 但太多可能性了 四位 于是第二天 两人找到傅林 一开始傅林嘴硬死不承认 但利民用他吸毒的事情威胁他 他不得不乖乖就范 毕竟傅导爷子不止他一个儿子 如果他吸毒的事情曝光 很有可能被剥夺继承权 傅林告诉他们 案发当天 诗云告诉他有人想要加入团伙 那个人就是雅静 他们约在卫生间见面 不过傅林走之前诗云完好无损 我终于你儿子 小偷是不是你杀 危急时刻 有人敲门 傅林趁机推开阿正的胳膊跑了出来 与此同时 警方接到举报赶了过来 正巧看见阿正追赶傅林 见警察过来 利民把东西交给阿正 最后以一人之力 成功把警察拦了下来 因为拦截警察 利民受了伤 随即被送往医院 这边阿正跑出来后 珍珍找到他 阿正把视频交给珍珍 让他一定要交到主编手里 但他没想到的是 电视台的幕后老板 是傅林的老爹 主编拿到视频后恶意剪辑 不仅展示了阿正疯狂的一面 还把诗云贩毒的事情爆了出来 一时间 恶意扑面而来 诗云的父亲因受不了打击 跳楼自杀了 阿正的姐姐在记者的围堵下 遭遇了车祸 随后 他们找到主编 主编表示他也无奈 为了表达歉意 他把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说了出来 七年前 有人给电视台寄了一封举报信 信上说 阿正在比赛的过程中服用禁药 为此 他特地派亚靖去学校调查 如果我告诉你一个 更劲爆的新闻呢 我们学校 有学生加入贩毒集团 要头还是大财团的儿子 为了不让亚靖曝光阿正 世云主动把校园贩毒的事情 说了出去 因此三人才会在案发当天见面 但世云说的并不是真的 根本没有贩毒集团 全是他自导自演的 存折里的六十万 也是他自己存进去的 他之所以这么做 为的就是不让亚靖曝光阿正 知道这一切 所有的线索都断了 傅林不是凶手 亚靖更不是凶手 那真正的凶手是谁呢 这时利民突然想起来一个人 美知奶奶 老杜隐瞒真相是为了毒品 那美知奶奶做假证是为了保护谁呢 答案呼之欲出 于是两人来到养老院 你叫什么名字 跟景安 见到他们过来 景安就知道这一切都瞒不住了 索性把真相说了出来 当年他在会场卖饮料 阿正在切球的过程中撞倒了他 气水洒了出来 弄脏了他的衣服 于是他去卫生间清理 撞见了世云三人 当时傅林不相信雅靖 让雅靖现场吸毒 世云怕雅靖露馅 替雅靖吸了进去 随后傅林雅靖两人离开 景安原本是想进来 清理一下就走的 结果世云揪住他不放 两人一来一往打了起来 最终景安不小心将世云误杀 世云倒地后 给阿正打过去电话 阿正之前提到的录音 就是当时保留的 听完阿正悲愤不已 他明明可以救世云 只要景安呼救 一切还来得及 世云不会死 他也不会白白在狱中蹲了七年 愤怒摧毁了阿正的理智 他最终不顾利民的阻拦 杀了景安 影片到这儿就差不多结束了 一切真相大白 不过这个真相 真让人难以接受 追查了七年的真凶 竟然只是误杀 不过这还不是最终定论 结尾还有反转 电视台想就此事件 采访利民 利民在整理视频资料的过程中 发现了新的线索 阿正一直说 录音里有刺耳的声音 那个声音原来是美之奶奶的假之 这一切都是美之奶奶干的 撞见世云三人贩毒的是他 杀害世云的也是他 景安只是为了替他顶罪 虽然真相如此 不过没有第三个人知道 因为利民并没有把他说出来 而且利民也没有供述 阿正故意杀人的事实 阿正已经在牢里白白呆了七年 损失了大好的青春年华 他不忍心再把阿正送进去 于是隐瞒了真相 把所有的秘密藏在心底 好了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